首先跟大家說聲,我今天的聲線有些問題,希望大家包容 而我今天為大家所上傳的影片是有關 我在2013年7月19日上傳有關 紅薯被評為最健康蔬菜的冠軍 這個影片之下,在3日前有位朋友的留言 為了要回應這位朋友的留言,我搜集了資料和照片 所以被迫要做一個影片來答覆他的留言 不能直接在他的留言下面來答覆,希望大家包容 這位朋友留言說,你看到圖,我寫著 他說,The picture is yam, not red potato, they are different 第二句他說,Please don't mislead the general public 第三句他說,Google is your friend 現在我將他的留言逐一為大家解釋 以及為這位朋友解釋,他說得沒錯 這張照片我放出來,你看到那張紅薯這張照片 真的是yam來的,我並沒有說它是red potato 因為他們兩隻是有個分別 現在我放給大家看的,這個就是red potato 在西方國家裏面,potato薯仔是他們的主要糧食 可以叫做side dish,他們是本身沒有甜味的 可以做沙律、焗、煮、蒲果雞 用來煮來吃,做薯條,這些是他們的主要食量 並沒有甜的味道 他們叫做red potato,就是紅色右邊那張照片 左邊那些就是普通的,叫做potato 這張照片是在加拿大多倫多longo 這個比較高級一點的西式超市 外國人辦理的超市裏面所得到的照片 所以由此你可以看到fresh red potato 下面右邊這個就是紅色的potato 和我上傳那張照片是絕對不同的 現在看到這一張呢,是叫做sweet potato 是叫做yam,也是叫做番薯 你會看到左邊它寫著babyyam bag 不過那個b字就cut了 那個字比較朦一點,下面寫著 番薯是一袋袋的包裝 右邊就是原裝來的超市 是purple sweet tea 下面小一點的字是寫著sweet potato 那這個呢,這個樣子 你就看到是我上傳那張照片的樣子 所以在這個圖裏面呢 就是表示了yam等於sweet potato 也是番薯,你會看到三個的寫光 那這個圖是怎樣可以的呢? 就是在多倫多裏面一間很有連鎖的中式超市 而這個中式超市呢 是為加拿大的西式超市 諾普羅所買了回來的 這個是叫做大統華超市 是多倫多最具規模的中式超市 但是由西式超市來所策劃的 所以它裏面所寫的字呢 是絕對可以代表多倫多裏面日常的應用的 然後它的留言裏面呢就說 Google is your friend 剛才那兩張照片 我已經告訴了給大家 它這兩張照片並不是它所說的 This is not red potato 所以我並沒有去誤導大家 所以我對於它第二個句說話呢 Don't mislead the general public 我就已經解釋了 那第三個呢 Google is your friend 我現在就跟大家說 真真正正Google是我們很好的朋友 因為給我們很多資訊 而現在我給你看的資訊呢 就是在Google那裏拿出來的 第一個 Some varieties of sweet potato 跟著這個是它那個生物學的名字 I also call yam in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即是說呢 有些這個sweet potato 在加拿大它是叫做yam的 在美國一部份也是叫做yam的 那你再看下面那句 For the vegetables sometimes call yam in the United States see sweet potato 那這兩個是在wikipedia 你可以進去找得到 而在那個sweet potato 我用wikipedia 我用google裡面的translation呢 就找到是紅薯了 而我這篇文章也是用紅薯 因為是由一個網址找出來 這個網址呢 它就是寫明紅薯又叫做地瓜 珊瑚 金薯 白薯 番薯 紅條 紅薯味道甜美 所以這個甜的呢 即是我們日常 我是廣東人 我只知道它叫番薯 在這篇文章一看 就是紅薯是什麼呢 我都可以深入去找多些資料 在這個網址呢 我就找到它紅薯 就是有各種的名稱 而它們的甜味是有的 所以是跟普通我們吃的薯仔 是不同了 那英文就叫做sweet potato 中文就叫做紅薯 紅薯也有各種不同的名字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叫法呢 因為我們中國真是很大的地方 各個省份它們叫的是不同 正如有叫做地瓜 紅薯 在台灣就叫地瓜了 那我再繼續去找的時候 也找到其他的資料 就是在同這個網址裡 有其他資料它說是 北京中醫大學養生室 張胡德教授 它說吃紅薯不僅不活發 還有很多的好處 然後它說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總流科主任 全國中醫總流科醫療中心副主任 林洪生教授說 紅薯不僅營養豐富 而且居於抗癌食品的 而日本國家的癌症研究中心公佈 20種抗癌蔬菜排行榜 認為紅薯是其中之一 所以這個紅薯在北京裡 它並不是叫番薯 日本也並不是叫番薯 叫紅薯 台灣就叫地瓜 所以它們各個的中文名是不同 而我首這篇文章和大家分享 它是用紅薯的 所以我終於原本那個作者的翻譯 我就用紅薯 不用我自己本人 慣上廣東人講的番薯 其實除了網上的資料之外 我也不是說專門把那些資料抽出來 因為有時候我也會有時間 看一下其他書籍 而我現在你看到這本書 是林光尚的製作品 叫做《無獨一身輕》 在它第218頁裡面 你會看到它也是說 番薯又叫地瓜、金薯、紅薯、白薯、甜薯、紅照、珊瑚、紅湖 這些都是各有的名稱 但是它們代表的物質都是一樣 而那樣物質就是我所拍出來的第一張 介紹紅薯這張照片 所以經歷這麼多時間和大家分析了之後 希望大家會明白我所找的資料 在這個被世衛評為最健康蔬菜冠軍的紅薯 所以經歷這麼多專家都說紅薯有益 所以應該這個就是番薯、紅薯、地瓜 都是一張圖片 所以我的圖片是 你說YAM 因為你是用英文去找它出來 而我從英文裡面跟你分析了 其它YAM是等於番薯 所以我並沒有說它是Red potato They are different 沒錯它們是不同的 因為Red potato 你看我的圖片已經知道 是紅皮的薯 是用來做沙律 用來做菜 煮菜 而我們說的番薯可以當作甜品糖水 或者是就這樣一個健康的食品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以為 我是把資料亂放上去 是誤導了大家 希望這位朋友 他這麼用心留言提醒我 也看一看我這個留言 為你做的Video 希望你也明白 我並沒有誤導了大家